的确 办学校不是开店做生意 除了看得到的硬体设备之外 还要有理念 能够做到这一点 偏乡学校照样能够出人头地 而必须要自立自强的 也不只有学校 还有学生个人 或许不少人都有过在学校里面 被欺负的经验 但是每个人会选择用不同的方式 来克服挫折和恐惧 接下来这个故事的主角 任裴豪是个体弱多病 由外婆隔代教养的孩子 她的座位经常被别人塞满垃圾 下课以后也不敢去上厕所 后来她选择的方法是学习武术 或许一开始只是为了保护自己 但是后来在练武的过程当中 她逐渐发现了更大的好处 就是重建起失落的自信 命运也因此而转变 一个体弱多病 从小就被霸凌的孩子 所以我被霸凌了好几年 那所以小时候很清楚 被霸凌的感觉是很痛苦的 而且没有人可以帮忙 下决心改变命运 任裴豪从学功夫开始 武术也改变了她的一生 你不告诉我 就是凡事都要靠实践去完成它 渐渐的我知道我做任何事情 都要有于是实践 然后去面对挑战 功夫精神从小扎根 保护自己 照顾别人 因为小朋友和小朋友之间 他其实是会吵架 然后他就会 突然间就会有个动作 可能是这样 或者是这样 就是他不会去反击 可是他会懂得保护自己 一 攻步冲拳 一场午后雷震宇没有教习小朋友的热情 他们今天要来练功夫 好 连续三只脚 脚不能着地 谁的脚着地重鼠 自己做 然后看好 一 二 三 不用怀疑 别看小朋友年纪小 从暖身溜腿 马步 连环拳法 一点都不马虎 脚轻一点 脚不要这么用力踩地上 抱拳 预备 连环拳 马步踩手 冲步冲拳 上步架打 马步砍掌 勾搂撑掌 上步横打 换手上下 上步阴球喊伸 好 孩子专注的眼神和动作 让一旁的家长很骄傲地 拿着相机猛拍照 在近身搏击中 孩子们透过两两练习 在武术老师正配好工具的教学下 学会保护续子的技巧 如果有人想要企图打你肚子 我们做一个打肚子 这个动作叫做盖 盖住它 控制住它的手 另外一只手从哪里 从这个拳头的上面直接滑上来 可以吗 这个动作叫什么 我说过这叫什么 叫什么 那个 超拳 超拳 然后别名叫什么泡 别名叫什么泡 我之前讲过 冲天泡 对不对 老师其实 这种教育方式还不错 然后同学也蛮好玩的 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 然后跟我们讲说 课外的事 就是关于功夫 然后功夫的历史之类的 切副 功夫充全 前脚弯 四年级的王兴如 巾帼不让须眉 力度的身手 让老师选他当小队长 学功夫半年 他自己和妈妈 都感受到明显的改变 心情会比较好 然后 遇到坏人的时候 也比较没有那么害怕 体力的部分会比较好 然后再来我觉得 那个自信的部分 然后还有就是 他会比较愿意去尝试 以前跌倒容易受伤的心乳 学了功夫后 偶尔还会教妈妈两招 蹲马步的诀窍 那为什么蹲马步比较安全 好 来 那你蹲 你要先推 蹲马步可以把重心降低 然后就比较不容易跌了 二 三 走 带领这群孩子的武术老师 任培豪183公分 打起拳来高大威武 小朋友都用崇拜的眼神看着他 很难想象 他小时候是个弱小 饱受霸凌的孩子 我其实小时候有很严重的气喘 然后我的脚一出声就有血管流 所以开了两次刀 所以小时候根本不能走路 也不能跑步 那常常请病假 然后你只要一请病假回来 我的桌子里面就会塞满了垃圾 然后我下课不敢去厕所 那并不是说怕去厕所被人家打 而是我如果去厕所回来 我会发现我的书包 我的课本 我的东西都会不见 体弱多病加上家庭环境特殊 让小学时的任培豪 总是嘴角下垂满脸忧郁 从小没有父亲 我的身份证的那个父亲男士一干 那我的母亲大概在我小时候 因为她追求她自己的感情幸福 所以她就很早就离开我了 所以小时候都是我外婆在抚养我长大 在学校被霸凌和排挤 张正培豪开始逃学 甚至流连在电动玩具店 叫了一群坏朋友 以为自己从此有了靠山 没想到在一场群架冲突中 终于正视自己内心的软弱 有一次在打篮球 然后没想到双方一言不可 开始互相的想要呼朋引伴 想要来打群架 到了那一刻面对别人的时候 我才发现原来我还是那么的脆弱跟懦弱 因为那一刻我发现 我还是那一个被欺负 然后内向然后软弱 想逃避的那个人 我并没有改变我自己 诚实面对自己 就产生了改变的勇气 任培豪将外婆给她当生日礼物的钱 到家附近一家跆拳道馆 开始学武术的日子 人家是跑100公尺差几秒 我是能够跑40公尺不昏倒就可以了 我的身体是非常非常糟 所以那时候在练武术的时候很痛苦 我练到每一个小时就要去吐一次的程度 因为太累了 武术的训练是一条孤独的漫漫长路 然而任培豪从小被霸凌的经验告诉他 只有承担自己的选择才能找到出路 我记得我第一天练完跆拳道课程回去的时候 任培豪都在努力从过去的脆弱中蜕变 武术 练声也练心 一直到身心都被淬炼到闪闪发光为止 我第一次比赛就拿到了第三名 然后也拿到团体比赛第三 学校正好在升旗 全校在等我 他把我带上去之后 校长在司令台上 他就问我说 你叫任培豪吗 我说是 接下来开始升完旗 校长开始训话的时候 他告诉我 就是告诉全校的同学说 我们本校的这次参加弹拳道比赛 为校真光 然后就把我的名字喊出来 当下喊出来那一瞬间 我觉得整个世界都亮 一个从小被霸凌的孩子 因为学习武术找回自信 更因为武术拿到许多第一名 以榜首进入文化大学国术系 毕业后 任培豪回馈改变他一生的武术 要将武术精神的种子从小扎根 王安石的唐诗 原日 成了任培豪独创的唐诗功夫 将诗中的意境和功夫动作结合 不但勾起孩子的学习兴趣 也让他们文武兼备 他又有唐诗的部分 那如果平时我们可能自己在家里教 可能真的就是死记的 就可能他就觉得 他没有那么喜欢 可是那如果来上功夫坦诗 他是从功夫的当中 就可以学功夫的同时 又可以学坦诗 然后其实那他比较容易记起来 哇哦 看到了好多绿油油的 任培豪是台湾少数教导儿童武术的老师 上小学了孩子调皮 学龄前的幼儿更是天使与魔鬼的结合 害羞 好动 闹脾气 状况百出 但他总是有方法让孩子服服帖帖 两岁的小宝开始学功夫的时候才一岁多 好动的他在这儿学会了规矩 让妈妈好欣慰 到上个月我才发现说 原来他已经可以完整 两首曲子他都已经有办法 都有办法做到了 那个时候有那个三岚 那个流眼泪的那种 我就觉得原来他长大了 班上最大的哥哥 是有些微自闭倾向的孩子 妹妹陪着来上课 兄妹俩竟不显著 真的是妈妈最好的礼物 像刚刚有一些什么 可能工房的那种工作 我看到浩勋他可以做出来的时候 我也很感动 因为浩勋他的感觉 本来不是那么快速的 或者是正确的回忆 然后看到他这样子 我就觉得很感激 也很高兴 有人要摸你的头发打叉叉 打开来 然后走开 对 很好 老师要捏你的耳朵 打叉叉 然后打开来 走开 学丁起来的幼儿学武术 动作不标准没关系 功夫的精神和态度才是重点 这也是任配好每堂课 一开始就要强调敬礼的原因 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 从这个敬礼开始 我就是告诉他们 什么才是真正的功夫精神 我们学功夫不是去打架 我们学功夫不是要去把坏人打倒 我都会说拳头代表了我们强壮的身体 我们学功夫可以让身体变强壮 可是更要一个善良的心 所以心脏在左边 然后我们要用心的照顾自己 好去帮助别人 才叫功夫的精神 防身动作配合简单的口诀 让孩子印象深刻 只不过孩子练武伸手灵巧 换家长们抱怨有副作用 我常常跟这些家长说 我最喜欢听到他们 罵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学了我的功夫之后 他的小孩越难越来被打到 就是每次想要打自己的小孩 小孩就会散 有次打小孩小孩就会散 因为他已经养成一个很好的习惯 当他们带到外面去的时候 有时候难免可能有些调皮的小孩子 只想要去打他的小孩的时候 他的小孩就会自动做散的动作 自动做挡住的动作 武术不仅改变了任培豪的一生 也圆满他最渴望的亲情 抱拳 放到腰尖猪力 不要放在你的肚子上 还可以接受 来 杨明山上一群小朋友 在周杰伦听妈妈的话歌声中 跟任培豪上山学舞 阿姨妈妈的话 写了他手上 想快快长大 才要保护他 冠奖 伐手举纲 角落里抱着女儿默默看着任培豪教学的 是他最亲爱的太太和刚满一岁的女儿小飞飞 当年电影夜问上映时掀起了武术风潮 担任记者的任太太 采访任培豪 从此牵起这场功夫姻缘 那那时候就知道说文化大学有全台唯一一个国术系 就想去问问看说 会不会因为这样的学生更想要学泳春拳 就到杨明山来了 然后那时候国术系的教授就安排他给我采访 然后他就对我意见钟情 就黏到我了 就开始一直对我穷追猛打 我就被他追到了 任太太说自己从小就是李小龙的粉丝 只是没想到自己会嫁给个功夫小子 而每天几乎都在各地奔波教学的任培豪 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爱家宅男 每天一下课就迫不及待跟老婆孩子报到 人前的武术高手 在老婆面前成了撒娇的大男孩 他真的很勾矣 他就是很老实的一个人 他虽然黏到你 可是他就是无时无刻都在关心你 那这个就蛮像功夫电影里面的那些练武术的人 对我的共同点就是很老实 那他就实现了我对功夫电影里面的那种幻想 就是说那些人好像都蛮爱家的好男人 所以我就被他骗了 结婚后两人一起经历过创业维艰的日子 任培豪的儿童功夫课 从一开始的乏人问津到现在备受家长肯定 两人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我不是一个很会带孩子的人 所以看到他用小孩子的语言去跟小孩子说话 我认为太不简单了 所以每次他在讲的时候我都不敢看 或者是我觉得天哪我好像逃走 因为我觉得他这样一个这么高大的人 然后要讲出这么多孩童的语言 我认为很不容易 然后有时候很心疼 我没有长大 因为小时候那段时间被欺负被压抑 到后来重新找到自信 我觉得我的人生是从那边断掉 然后重新再从那边接起来 所以就算我现在年纪已经30 可是我觉得我现在也不过心态上 大概像20出头的那种小伙子 那有机会可以跟这些小孩子玩 我会觉得感觉就是把我以前欠缺那一块 就提回来了 所以跟这些孩子玩 我会玩得很爱心 我也会在其中 从霸凌和缺少父母关爱的环境中蛻变 当年忧郁了孩子 现在已经是高大却充满爱心 能够保护家人的丈夫和父亲 这份从武术获得的自信和爱的能量 将会透过他和所有学功夫的孩子们 继续传承下去 命运是掌握在每个人手里 人培好的故事 或许带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启示 看趋势说真话 独立特派原先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黄明明 我们下周再会